純粹新鴻哥一向有些舊玩 跳舞都沒有給大家看 粉絲之間一定會討論和爭執 但是我們從來都不會因為這些而感情不好 不累 不痛 OK 純粹新鴻哥一向有些舊玩 輸展一下 不過OK 沒事 還是會跳舞給大家看 會換 那我真的有合適就行 因為其實我腰痛 所以通常我站得久的話 我一定要伸展一下 所以一向都是這樣 但其實是OK的 這個是舊玩 所以有時突然間又會飛出來 可能睡得不夠又會飛出來 但是完全不影響工作 所以不累也不同 眼睡哥是舊玩而已 沒事 不累 精神 會不會大 會不會大 放假大家開心的傳就會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法 暫時 放假最好就是有新的隔離 那就最開心了 好 今次我們新歌 Innerspace 就是講探索宇宙 就是探索自己裏面的宇宙 可能自己去 了解一下自己 消化一下 然後從這個過程 再爆發一些新的能量出來 還有可以在一些尋求自己的時候 找到一些火花 按心的水 然後其實一踩就會有浪 有浪 有浪 按心 完了之後就要做Ending Pose 我完全是被他整個浪 一個浪這樣衝過來 整個臉都濕透了 而最開心的是看每一次Ending Pose 完結的時候 即是一喊咳 我就會立刻轉著面幫Jerry 他在滴水 滴水 我就會覺得很好玩 整件事 其實不是玩玩專業而已 對專業 專業也有份的 不是不是他也有份的 他也有份的 我wrap那段時間 我真的很感謝Inns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是完全 我很想嘗試wrap這件事 都問了花姐的意見 然後 Anson Lo都很爽快地 就答應了很快 填了一段詞給我去試 我WhatsApp其實都有請教 他怎麼唱 所以也很感謝他 因為自己對wrap這段 其實Anson Lo的經驗 比較多 其實我填這個 我也挺緊張的 因為一來 我覺得今次這首歌的 Theme是很特別的 所以要填 這個英文rap 是跟那個 Theme要緊扣 其實是很難的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今次 我也有私大人在問 你覺得好不好唱啊 你覺得好不好唱啊 你覺得好不好讀 這些字 我們對了幾次之後 就找一個大家都覺得舒服 有work的方法 其實我們當晚 昨晚我們自己都有 都有談的 跟著 我們得出的結論 都是 無論就算 大家怎樣說 或者怎樣都好 但是我們雙方都知道自己 是各自做一些自己很喜歡做的音樂 所以 其實 是不存在 究竟贏 和輸 這件事 所以希望大家都 對 其實是 在focus 在音樂上的 質素 對 其實這個問題 都存在了 由我們成團 其實不單止 其實大家的fans之間 一定會有一些討論 有一些爭執 所以 但是 我們從來都沒有因為這些 而感情不好 所以都希望大家放心 也都希望大家 享受我們做的音樂 少一點比較 多一點享受 還有今次我們四面台 跟以前不同 真的不同很多 你背部也要給力 而且方向感很容易 而且 不是很熟悉的方向感 所以一定要多一點 籌備 有沒有停多久 沒有定的 要視乎大家的工作 什麼時候做完 一做完就馬上 就專注去排練了 對於未有solo作品的成員們 其實我們都已經開過幾次會 因為畢竟是第三年 盡量希望多些自己MIRROR的東西 我覺得都是以整體為主 整體好看 其實大家就會好看 所以唱什麼歌 就真的要看一下 那部電影是否正確 或者我可以唱他們的歌 都還沒頂 演唱會玩樂器 我會在幕後先玩 會自己做一些Rearrangement 我這次其實都選定了 玩什麼歌 會跟之前的風格有點不同 會不會玩樂器 應該都會的 還有都希望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表演 因為今年去紅館 所以都想做一些和之前有些不同的東西 大家拭目以待一下 這次可能有些畫面上的突破 想一些故事性電影的東西 去包含那件事 就會很好看的 就好像入了個電影 入現場的觀眾 你如果就不告訴你 大家入場就知道了 我們就 beeping 我昨天 我沒事 幫把鬧子